《 劳斯達新書發布會》 10 月 15 日, 星期六, 下午 4 點於 My Radio 舉行 報名請電郵至圖中的地址 標題請著名報名參加新書發布會 名額有限,報名重促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同尾否釋政治 《 劉斯達新書發布會》 一直以來被輸出法律公民告訴我 我的工作在一個所謂會議上高 我不是一個主持 我不是一個主席 而將我主持一個主席的選舉的程序 以及宣佈一個當選人 我只是這樣的工作 而我沒有任何主席的權力 但不過 其實事後 我見到 秘書處民法律官 被阿瑟利謙議員 去主持 我已經離席的一個 所有的程序的時候 他告訴我 是一個主席 而不是主持 而去擁有所有主席的權力 對我來說 我覺得 我感覺不單止是誤導 而是我覺得是被出賣 我真的很抱歉 就是 對議員同事的期望 我同樣在會議上高 可以做得好些 我做不到之外 也對選民對我的期望 做不到 而我今次處理會議上高 我真的覺得做得好不好 我今次真的向大家道歉 好 勇文蔡重臺 大家見面了 剛才那段就是 梁耀忠今天的記者會的部分 全世界都在罵阿忠 我就不會罵他 我昨天只是說 主席李的名次 主要就是任梁君彥 我那個勇文提包第一集 整件事當然是很荒謬 但是這個也是真的 對梁耀忠來說 他一沒預料都會發生這些事 他過去這20年 在一個立法會 或者立法局的表現是什麼呢 他很穩陣 在這個所謂民主派的立場裡面 他相對比較堅定一些 比起那些白甲榜 或者其他 譬如政改方案 這個 他也是反對的 就是民主黨提過的政改方案 是不是 他也是 他也是肯定在工人基層的立場 那麼街工過去做這個地區工作 都做得很好的 那奈何呢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議員之後 其實他們是建制的部分 而那個所謂反對派的角色 就是很象徵性的 我坦白地說 所有的民主派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他不會夠膽去 進行一些所謂企圖 改變一個結構的 這些行為 他不敢做的 那麼他就行禮如儀了 不過行禮如得來就是 總之我一定是罵政府 我一定是反對政府 就是這樣而已 是不是 但是跟政府有沒有說話 有 在民生政策方面 全部都有說話 所以街工也好 工盟也好 是不是 甚至民協 現在卸了街的民業也好 每年都收政府很多錢 什麼錢呢 再培訓 一筆很大筆的錢 所以去到尾 你跟政府怎麼反面呢 這個是一個致命相 但是你沒有辦法跟政府決裂 因為你有拿他的好處 是不是 你幫他做培訓 當然在你的立場來說 就是說 我有這些資源 我可以幫助到一些基層市民 我覺得沒有所謂 是不是 雖然是跟魔鬼交易 你們認為我 但是我覺得 我跟魔鬼交易的結果 就是我拿著這些資源 我可以幫助到一些基層市民 你無論是公盟 民協 甚至乎街工 都是這樣看的 而在這幾個所謂 維護基層利益的 這些組織裡面 街工相對來說 在政治立場 已經站得比較硬 已經更正一點 由頭至尾就只有他一支工 在選舉之前 他也跟我談過 他說 你不要罵我們去區選超區 也不要叫人投票 如果不是我會死的 我只不過想保住泛民 可以拿到三隻 他的立場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去 不選直選者去選超區 這樣 我認識他很多年 他以前街工辦的活動 會慶 我也有去支持過 他也是 跟梁國雄那些 他是比較接近託派路線的 他經常說他的師父就是 岑建勳 所以每次 他們會慶岑建勳也有去的 但是 他人的性格 就是真的 怎麼說呢 我又不想用軟弱這兩個字 來形容他 就是 他也會跟你吵架 是吧 但是那種吵架的方式 就是表達了自己 很強烈的反對意見之後 就閉嘴了 解決不了問題的 我最記得 我跟他說 我不想選 沒有 當然要選 大哥 他就是這樣 你再看看阿忠 他是兩年前 才在他教師的崗位 退休的 他 兩年前 做了多少 他是區議員 他是立法會議員 他也是一個全職的教師 所以他來立法會開會 大會他一定來 因為那個 有人要考勤 是吧 其他的少務委員會 很多他都沒有參加 直到他離開了教師的崗位 那麼他在立法會出席的次數 就多了很多 那你想一下 做了十七八年 都是身兼三職 立法會那份工作 是一個part time 但是人工就最高 是吧 不但人工最高 還可以拿一塊津貼來養住你街工的人 很多人 多好處 即是說 你來了之後 你就算是多堅定 不移的反對派 你都已經滑了 對不對 很多人不要說這些話 我不是去罵他 不需要罵他的 OK 是吧 你那些人說 又叫他辭職 又失望 就浪費 早知道投票被派民 都是會失望的 你老美 是不是 浪費 等於我今天做這個 踢爆了幾分鐘 路是你解釋的 撲街 不要哭一句 是吧 我只是想說 在這種制度下 你泛民主派 但是 好像梁耀宗這些 已經相對是一個比較 在政治上 即是 沒有失過折的人 但是去到尾 都是為了分工 那又為了分工 他有一個比較 冠冕堂皇的理由 就是我維護基層的利益 我拿政府這些資源 拿立法會這些資源 那你說這些人 他怎麼會跟你拼命 那每年六四一定出現 他是做支聯會常委 是吧 每年七一遊行 一定去 是吧 五一勞動節 一定帶一些 基層代表去遊行 這些事情 連連行常地做 但是對 原本存在的這些 工人的問題 或者現在說 退休補助 所有這些他們 希望解決的問題 全部沒有幫助 但是要做 為什麼要做 因為自己的角色 定了營是這個 要做 那就要做 是吧 好了,這次真的不幸 我剛才說了 我這個評論 或者我現在去分析梁耀忠 就是 我想沒有人比我更客觀 我跟他在議會裡面 做了百年同事 在議會之前 是不是 也認識了超過二十年的朋友 是不是 我也支持他一些活動 老實 是吧 譬如他跟雍正正很老友 他過去曾經為那些 等候英女王發落 然後變成等候董建華發落的那些 那些年輕的 那些 判終身監禁那些 或者判死刑那些 那些年輕犯人 去奔走富豪 是不是 現在大部分人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那麼 那麼 雍正正正日 也跟他去監防探討那些 探討那些犯人 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這一種角色定了認 那麼你忽然間要他轉認 這一屆的立法會要選主席 那麼你一定要有個人主持 這個選主席的會議 第一次開 立法會第一次會議 就是宣誓就職 接著宣誓就職 就是要選大會主席 因為要預備在10月19日 第一次的立法會大會 那個真真正正叫做 有議案要辯論 有口頭質詢 正式成果 或者有政府法案 決議案 在這個大會裡面要提出來的 那就是我們過去一直在做 在大會 星期三、星期四 這兩天要開 要講那些事情 那個才是正正式的大會 之前沒有主席的 你一定要選個主席 那這個大會主席 選舉前已經有很多爭議 因為其中一個 就是候選人 建制派的梁君彥呢 他就被揭發 他是有英國居留權的 有英國護照的 但是他是功能組別的議員 大家不可不知 尤其是現在 你提司法覆核的朋友 我提醒你 你司法覆核他不到 覆核他什麼呢 他現在就退回這個 所謂英國護照 是不是 這樣就給了文件 你看看 這些文件不清楚 說這些沒用 他事實是退了 不是他不能做主席的 因為根據《基本法》的規定 大會主席不能擁有外國居留權 但是吊詭的地方是什麼呢 曾鈺誠的時代沒有這個問題 翻隨理太的時代沒有這個問題 雖然翻隨理太 但是第一屆 九八年 由選委會出身 去做這個大會主席 第二屆 公元二千年 那麼九八年 知道二千年 只有兩年任期的原因 就是因為直通車沒有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林立會 就是九七年 那麼九七年 有一個立法局 你說九五年產生的立法局 那麼這個當然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所以第一屆的立法會 因為沒有了直通車 所以任期是兩年 第二屆就是公元二千年 到二千零四年 那麼這兩屆 范太做大會主席 都是以一個選委會 產生的立法會議員的身份 但是也是有票的 選委投票 那麼另外 第三次 就是立法會第三屆的大會主席 也是犯罪離太 那麼他就是直選議員 講到他 而且是高票 OK 零八年的大會主席 是曾學成 2012年的大會主席 是曾學成 這八年我就跟他交手了 不知多少 大家一齊齊 現在我就被人踢走 他就事行引退 他就光榮下台 我們就屈辱下台 無論怎樣也好 他們兩個都不會發生這些問題 因為他是直選議員 他一定不可以有外國拘留 但是梁君彥 他是用功能組別議員的身份 去參加這個立法會大會主席的選舉 這個基本上已經是不道德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法律的規定 一定要直選議員 或者議事規則規定 或者基本法規定 不是 任何一個立法會議員 都可以參選這個大會主席 因為那個是互選的 根據基本法規定 立法會的大會主席 是議員互選 那就是由七十個議員去投票產生 那建制派有四十席 非建制派有三十席 那你投七就輸贏了 他建制派只要一個人出來選 他就贏了 沒有原念的 之所以有爭議就是 因為他被揭發有英國護照 有外國居留權 現在那些非建制派就撿到保安 可以質疑他 司法覆蓋 你覆蓋他什麼 你告訴我 他現在這一分鐘 當選了這個大會主席的時候 他是沒有外國居留權 他是符合基本法規定 是吧 現在你要看的就是 他在 所謂的 退回英國護照 那個過程 是吧 那個時間 是吧 跟他當選那個 有沒有那個時間的差異在這裏 有沒有 我看就沒有了 因為據我所了解 喂 他在選舉後就已經知道 他要做大會主席了 因為這個是西環的命令 OK 所以謝偉俊也想做 我也問過謝偉俊在電話裡 那他也不知可否 那陶謹申還說他去選 因為你是直選的 那我們泛民 我們八甲黨支持你 那你再拘捕一些 就是 不合經民聯的票 譬如 自由黨那幾票 就不合經民聯了 自由黨都想去選的 曾幾何事 在去年 不是去年 就是上一屆會期 最後那一兩個月 是吧 張宇仁 我也問過他 是不是選大會主席 那也是他志在財委會主席 那整個 自由黨就不想去選 但是他們就不信梁君彥 那大家要明白 自由黨和經民聯 他有一些 恩怨情仇 因為本來都是自由黨的 是自由黨 林健鋒 梁君彥 梁劉柔勳 包括劉王發 原本屬於自由黨 這些 退出自由黨 另外組織經民聯 那就加起來 以前的早餐派 石禮謙 然後後來有個梁美芬 這些就進去了 經民聯現在就很搭友 你明白嗎 所以建制派裡面 喂 李文健聯 李慧琼還未夠班 那就讓他做內會主席 對吧 我現在說的 這是西環的安排 你說什麼都沒用 你現在今天 那些非建制派議員 在選主席的會議裡面 噴口水 對吧 我又特別留意 那幾個新秀說的話 你又不熟以時規則 又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只會質疑 你那個外國護照的問題 對吧 質疑你功能租別 你那個沒有認受性 最多說這些 但是你們不知道背景是什麼 他都未必是想做 我現在告訴你 西環下了一個命令 是讓你由梁君彥做 你是不能說不 你頭髮 接著搞定你外國護照的問題 那你當然要說 大哥 我有一個英國護照的 那就搞定他了 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我現在告訴你 那當然這個也是一個鬧劇 對吧 根本就不給 應該給一個功能租 給一個議員請做大會主席 對吧 那麼葉劉淑儀也不會做 因為他很懶 大哥坐在那裡 屁股都坐到 你明白嗎 你看一下 我們那時候拉布的時候 你只要看看曾鈺成在唸口吼 急口令 你說多辛苦 對吧 熟不熟以示規則 是其次的 秘書處幫你做了些事情 這些文件是不斷給你照讀的 你聰明一點 處理現場那些 所謂權宜問題 裂罪問題 這個最重要 至於整個會議的程序 開大會那天 這一部分什麼都什麼 要說些什麼 全部 螢幕看完 有文件給你 旁邊有幾三個秘書 坐在那裡 我現在告訴大家 這些事情 沒有人比我更清楚 所以一定要聽我的節目 看我的節目 包括你的新貴 你多討厭我都好 我告訴你 是益利 對吧 你在那裡夠說 我現在就是這樣的 很簡單 即是你身受 我包容你 你還未認識 你做到半年左右 你再犯這些錯誤 我就一定會吊塵 OK 包括尤唯正今天 昨天在選大會主席那裡 發言 哇 小學雞到真的 還在說什麼 三權分立 行政機 司法機關 你不要訴諸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 又干預不了 這個立法機關 怎麼說這些 這些廢話 這些全部都是 和這個有什麼關係 是嗎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你還未搞清楚背景 要質疑就是說 你不應該 作為一個功能組別的議員 去選大會主席 這個最重要 外國護照的人 你無法質疑他的 是嗎 他現在當選了主席之後 他一定沒有外國的樓權 如果這個 不是這個 就是違憲的 是嗎 是嗎 再說 誰做主席 有什麼關係 你告訴我 你推倒他 不讓他去做 你泛民有人做得到嗎 做不到 你逃緊身去選 你還是 總是要有個人去選 比如李華明有去選過 這次更慘 零票 因為你撕爛了 這票就走了 是嗎 選主席那天就抗爭了 厲害了 每個人都走出來 現在我看得到真的很心涼 是嗎 撕選票 你看到陳淑莊 撕了 多有型 你能解決問題嗎 哦 這種是抗爭 那我以前全都做了 你有沒有 現在才跟著 是嗎 沒有意義的了 現在你一定要針對核心問題 就是 屌你 要跟他死過 是嗎 就不再做這些動作 沒有意思 是討厭 是嗎 有什麼意思 他繼續做主席 到他做大會主席的時候 你抗議 那他就被人趕出去 是不是 人家會又繼續開 說回梁耀忠 他都不想做這個選主席的主持 大哥 因為沒有大會主席 要選大會主席 那你必然要找一個議員 來做這個所謂大會主席選舉 這個會議的主席 按照傳統 你就要找一個最資深的議員來做 是不是 我們在其他的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都是這樣的 選主席的時候 你要找一個 那就找一個最資深的人 去做主持 一樣的 是不是 但是根據議事規則 你主持這些會議 那個是大會來的 你的權力就等同大會主席 為什麼你梁耀忠會不知道呢 看回議事規則 是不是 為什麼你梁耀忠會不知道 你去主持一個選舉大會主席 的會議 那個是一個大會來的 不是一個小組委員會 不是一個事務委員會 也不是一個法案委員會 那個是大會來的 大會的主席來的 是不是 你不能說臨時 也可以叫做代主席 衝通都錯 那一次會議 你去主持 哪一位議員去主持 都好 他當時就是大會主席 就是有主席的權力 梁耀忠自己都說 他當主持這個會議的時候 他以前沒有做過主持 他做了二十年議員 還沒有做過事務委員會主席 還沒有做過法案委員會主席 還沒有做過任何一個委員會主席 還沒有做過任何一個委員會主席 他小弟都做了四年 這個資訊科技廣播委員會主席 他二十年 都沒有在立法會主持過任何一個會議 這次無端端 你以為他想做嗎 因為陶謹申最資深 但是陶謹申是大會主席的候選人 於是他是候選人 他就不可以主持選舉 這個大會主席的會議 論之排輩就輪到第二資深的議員去 數成七十個 現在這麼多新丁 前面那些多新 舊的都走了 譚耀忠、葉國謙、陳鑑林 這些都走了 最資深的 除了陶謹申 就是梁耀忠 這樣就被迫著想法 做了一下 這場面這麼混亂 不做 接著被石禮謙做 為何石禮謙輪之排輩 又輪到石禮謙 石禮謙又剛剛遇上江江 他又是京民聯的成員 大會主席都說這些話 你那些議員 是不是 你不只是靠學院的寫手 幫你寫在這裡讀就可以 那些人都是盲無 我現在說的 不信找我晦氣 OK 包括黃卓燕 這個陳陸 你全部都是盲無 還需要時間學習 OK 給點心機聽聽這個節目 學一下東西 OK 不要打飛機 是嗎 喂 那你真的是 對梁耀忠來說 這個是一個 非常美麗的誤會 但是接著就變成悲劇了 是嗎 他做了二十年議員 還沒試過被人這樣去罵佛 是嗎 是嗎 泛民主派很多議員作惡多端 都沒有淪落到好像梁耀忠今天 因為主持一次會議 是嗎 是嗎 就是脫掉也好 或者叫做退讓也好 被人這樣圍攻 沒有一個有這個待遇 所以我也很同情他的 所以我剛才說一下阿忠 是嗎 大家就知道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是嗎 但是上天呢 就只派了一個這樣的任務給他 接著他又背不起 那有些人說 他原本可以DQ他也可以 他有這個議員 搞到天下大亂都可以 那就是梁國雄都會這樣說 你明白嗎 就是抽他水 那些泛民又動他 最好笑是有兩個年輕人 一個叫羅冠聰 哎呀我真的後悔 投了票給他 就叫他 這個黃之鋒也是這樣說 你們兩個幹什麼呢 好啊 他死了 這些叫死小孩 一個還是議員 一個還是議員 一個還是議員助理 你說什麼 你現在又說 你後悔超級投票給梁耀忠 關什麼事呢 你是要投給他們的嘛 因為你不會投給白甲黨嘛 是吧 那你超級一定會投的嘛 你們兩個死小孩 你們兩個民主派呢 你哪些還激進 你支持這個超級區議會的選舉 沒得選擇 免得益州號頂 是吧 就算我不投給鄺俊宇 不投給這個桃錦西 我也要投給泛民 那我就投給梁耀忠 你是這樣 不要說後悔投給梁耀忠 你說你的話 你就是垃圾 你黃之鋒是垃圾 羅冠宗作為議員 你也是垃圾 因為你當時投給梁耀忠 就是這樣計算的嘛 那現在梁耀忠跟你投票那裡有什麼體觸呢 你投票的目的就是 你不想讓建制派拿三席 然後在泛民的候選人 其他的人全部退選 正下來就只有這幾件 是吧 那你只可以投一票 你不投給陶錦新 你不投給這個 鄺俊宇 鄺俊宇 兩個都是民主黨 你投給梁耀忠 是吧 至少梁耀忠沒有進過中聯辦 那你們兩個死小孩都可以交代嘛 那些入過中聯辦的泛民 民主黨 但是他沒有這樣 你當時投票給他是這樣 而不是現在他出了事 你就後悔投票給他嘛 所以這些是不是賤人呢 這些年輕人 未學行就先學走 不然現在就學人做政軍 我說這個 你是不能幫助我的 你維護他的人 也不能幫助我的 你怎麼可以在這裡說 我後悔投票給梁耀忠 是吧 羅冠聰 和黃之鋒 你怎麼可以在這裡說這些話呢 擺在這裡抽水 還要抽一份 是不是 聽了我現在說這個背景 和梁耀忠 就是他在議會裡面 20年的表現 和他那個人的 性格行為 是吧 大家就明白了 他是很不幸 他突然間就輪到他做主持 那當然是和性格有關 也是我和議長毛所說的 性格決定命運 他的人就是這樣 不要搞了 現在有很多問題 我也回答不了 我也是 如果你問我 我就不會對他有很 柯克的批評 但是他開這個記者會 把責任推在秘書處 推在法律顧問那裡 我覺得就很過分 我們就是經常和秘書處吵架的 我告訴你 我做議員的時候 那個法律顧問 我經常和他們吵架 打官司 我是 司法覆核 是不是 我司法覆核的對手 就是立法會秘書處的法律顧問 以及他們請的大助 我們質疑他們的建議 質疑他們 建議給財委會主席 吳亮星那些做法 我質疑他們 你不是 他跟你說你照單傳收 你不會看議事規則 你絕對是有主席的權力 然後你說 他就說沒有權力 只是主持選舉會議 其他的權力就沒有的 不是主席來的 但是石禮謙就有 要攀人手都可以 又可以裁決那三個 未宣誓的 宣誓不合規定的 要重新宣誓的那三位議員 沒有投票權 那他又可以決定 是吧 所有這些 還有換訪 你搞什麼 我換訪出來 再來搞 是吧 你那幫私人 走了 整幫泛民很有型 撕了選票 走出去 是吧 最令人討厭 就是看到陳淑中 咬牙齒齒齒齒 然後釘到地上 那又怎麼樣 喂 那你梁耀宗開記者會 你委過於法律顧問和書主 甚至你說是他誤導你 不止誤導 是被出賣 你做了20年議員 你那些助理都很會死 有議事規則在這裏 你上Facebook看看 都已經有人抱上來了 是吧 所以整件事 這一節 我只是說這件事 至於昨天宣誓 又re-fucking-gina 那些已經很多人說了 那我只是想說一件事 夠膽做 就一定要承認 OK 你擺明就是要Fucking-gina 你就承認 OK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就不是一國兩制 香港是香港 中國是中國 而是香港要獨立 你承認的嘛 你又不承認夠膽 還有解話 拿孫中山出來解話 是不是 你不如好像陶傑那樣 印度Gina 引資半島 大哥 對不對 等於 我舉個例子 我們對女性 有一種批評是甚麼呢 中國人最流行的 即是很文雅的 如果你老婆勾老 你女朋友 劈腿出軌 不是劈腿出軌 那你就用一個很文雅的形容詞 叫做 紅杏出牆 對不對 哎呀 你說我紅杏出牆 你侮辱我 不是 這是首詩來的嘛 滿圓春色關不住 一支紅杏出牆來 行不行 可以的 如果你認識就 是不是 這個是形容春天生氣蓬勃 是不是 你在花園種的花 不是春情撥發 是春色很蓬勃 開花開到 就伸到牆來 這是形容春天來了 生氣蓬勃 滿圓春色關不住 一支紅杏出牆來 那你就解釋 我紅杏出牆來 不是侮辱你的 你老婆是China 又Republic of China 你又說鴨尼周音 喂 這些就是什麼 三個字叫小學雞 記住自己是立法會議員 已經升了 不要繼續小學雞 是不是 不要繼續去爭取 撥掃這兩個字 立法會成為議會議員 只是顯示你 屌尼什麼低俗 是不是 對你投票的人 給你的人 是不公道的 就不像有些人 屌尼什麼 現在在幫他spin 屌尼什麼 夠膽講 起碼是 那你不如大大聲 屌尼吧 屌尼了 真是 火到你了 休息一會 主席 其實快點投票 是不是 再這樣糾纏下去 都沒什麼意思 大家的觀點都講完了 不過我也想回應 剛才李永達的說法 他說 不是輕易用這個empeachment 又舉這個美國例子 人家的民主國家 大把政治防腐機制 你有什麼在這裡 說話 真是鬼為民主派 人家有一個健全的輿論監督制度 有種種的防腐機制 由國會 至到其他一些機構 你有嗎 連立法會 僅餘的權力 你都要放棄的 很簡單的道理 你有政治防腐機制嗎 知不知道什麼叫政治防腐 李先生 你沒有的 我不會反對你BnP 我一定贊成 但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到最後 我只想問你們 曾蔭權應不應該下台 我想問民主黨 你們都好像叫他下台 以前 只是叫口號 這件事是不是要下台 要下台 他不肯下台 是不是要彈一下他 道理一致這麼淺 什麼民主派 投票 投票 有些人 都會陪下台 有些人 有些人